大家好,我是Batman 今天我们来到了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汉堡 带大家逛一逛世界最大的铁道模型场景 Miniatur Wonderland 微缩世界 好几年前我还没入铁道坑那会儿就听说过这儿了 里边模型有多细节有多震撼 今天总算自己也来了 里边模型震不震撼先放一边 外边入口这楼道看着倒是挺朴素的 感觉跟我小时候90年代那个医院学校那种装潢风格一样 展馆入口在二楼 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建议先在网上买好票再来 因为这儿的票都是按入场时间卖的 直接现场买的话不一定买得到当时入场的票 过了检票口好家伙了直接就是商店 我还什么都没看呢 先让我买东西是吧 商店呢咱先不管了 最后都逛完了再出来转转 顺着指示牌还得上楼 左拐右拐的跟迷宫一样 绕来绕去绕了半天 终于先生们女士们 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能让所有铁道模型迷大呼过瘾的微缩世界的核心斩区了 微缩世界整个场馆呢 占地7000平米 共三层 集中两层为模型斩区 全部模型加起来 总占地呢超过了1600平方米 总造价呢将近4000万欧元 模型全部以标准的HO比例 也就是1比87比例还原 整个场景里边有超过1000列的数控火车 铁轨总长度呢超过了16000米啊 另外还有4300多栋建筑 50万盏灯 超过1万辆的其他各种交通工具 以及29万个HO比例的居民 好家伙了 这人口数量 比德国很多中型城市人口还多 微缩世界的模型场景呢 不光是火车能动 各种建筑呢也是声光效果俱全 全场照明通过屋顶的LED灯控制 能够模拟夜晚 日出 再到白天的光源转换 每15分钟一个日夜循环 白天阳光普照 各种细节呢尽收眼底 夜晚呢灯光闪烁 星星点点 完全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既然微缩世界就开在汉堡啊 那展区里边呢 肯定得有一片区域 还原呢就是汉堡市区的景观了 整片汉堡展区占地200平米 总共花费10万多人工小时建造 光这片区域就有1000多栋建筑 1300多辆汽车 190列火车 和超过5万个居民小人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汉堡的地标 一北爱乐厅 现实中这里不光是音乐厅 还有酒店 餐厅和住宅 眼前的模型版也很好的还原了这一点 除了海浪一样的外立面 内部设施也做了非常细致的重现 整栋建筑呢像一本书一样打开 两边的书院上是各种住宅房间 最中心的部分就是将近五层楼高的音乐厅了 如果你再离近一点就会发现 乐团里边几乎每一名成员都是可动的 都在随着优美的乐曲的卖力的演奏 一比八十几比例能动的小车 我见过不少 但一比八十几比例能动的小人 我真是头一次见 不止音乐厅 这片场景里边很多其他建筑呢 也有内部细节展示 比如旁边这一栋 每层都有不同的主题呀 有练剑美操的 有看艺术展的 有练基建的 还有在拍摄小电影的 还有餐厅 各种各样的活动丰富多彩 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感觉就算真的变成小人住在这里 也完全不会感到无聊 这边还可以看到 厕所里的小人在干什么 下面这两位正你浓我浓呢 我们就不要打搅他们了 这是汉堡的另一座地标 科布兰特大桥 现实中的科布兰特大桥呢 长4000米 是德国第二大的桥梁 我们这座微缩板呢 长6.66米 塔桥高度呢 达到了1米4 可能比很多看视频的观众还高 这是德国这边城市里边 随处可见的小站台 虽然建设简简单单 但是一趟趟列车来来往往呢 也十分热闹 到了晚上 车水马龙的城市 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汉堡是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 经济发达 人口众多 市区主干道上车呢 肯定也少不了啊 看这意思呢 又堵车了 为什么堵车了呢 因为大家都在往家赶 赶着看今天晚上球赛 今晚在汉堡的 和克斯公园球场 一场汉堡得比正在上演 参赛两队呢 分别汉堡的圣堡力队和汉堡队 可以容纳一万两千名观众球场呢 也是座无虚席啊 现实中的和克斯公园球场 能容纳五万七千人 所以说眼前这座球场呢 虽然是一比八十七比例规格的 但在尺寸上呢 长和宽 实际上是真实球场的一百五十分之一 要不然光这座球场 就得三米长两米宽了 虽然不是特别符合实际的比例 但球场使用的两千盏LED灯 还是让整个场景看起来栩栩如生啊 这气氛热火朝天的 汉堡港口城市 跟它临近的也是港口的场景 眼前这片区域呢 占地八十平米 里边一共灌有超过两万五千升的水啊 港口本身也非常忙碌啊 各种小火车运送着各种集装箱 后边这艘呢 意大利的游轮 叫Ada Blue 德国制造 现实中能够容纳两千名游客 到了晚上 旁边修船厂呢 也依旧不停歇啊 工人还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这看着应该是在汉街什么 就周围这么黑的 看得清自己汉的什么位置吗 再往前走 也是地底上微缩世界最北端 是一片占地五十平米的 冰雪世界场景 北边就得下雪是吧 不得不说这些雪景做得真好 这些雪呢 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但又有厚重感 有质量 表面还会有零零星星的反光 跟真的雪一样 不像那种轻飘飘的泡沫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些雪是用什么做的 揭晓答案 这些雪呢 是用玻璃碎屑做的 也正是因此 微缩世界工作人员呢 不建议大家用手去摸 因为这些玻璃碎屑呢 都非常锐利 容易划破手啊 这雪景效果真的是棒 即使用夜晚的东光 这种复杂光源照射呢 也不会露窃 比起寒冷的北部 还是温暖的海滩呢 待起来更舒服 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迈阿密的海滩场景 海滩上呢 到处都是游客 都在享受着 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 惬意时光 沙滩不远处呢 是肯尼迪航间中心 还能看到航天飞机发射升空 发射时 伴着这发动机 轰鸣的音效 效果很棒 好 这火箭要穿透屋顶了吗 要直接撞上去了吗 好 这停了 他也想着自己该怎么办 前面没有路了 他的大脑在疯狂的运转 最后他还是决定 敲咪咪的落回来 跟刚才颇具气势的发射比起来 稍微有点小尴尬 之前在大家看的火车模型呢 欧车比较多 这回呢终于看到美车了 这里呢不光有美车 还有整个维缩世界 最长的一列火车啊 就现在大家看到这列 联合太平洋铁路运营的 货运列车6904 这列H有比例的火车模型 车长14.51米 真的是特别特别长 比我还长 得快进一下才能看到车尾 远处这座城市大家认出来吗 应该挺好认的 没错 就是拉斯维加斯 汉堡另一边 是2020年刚刚建设完毕的 大型主题公园 别看这边展区面积不大 只有8平米 但是呢场景里边 一共有9000多个小人啊 这人口密度啊 在整个微缩世界 都可以算得上是名列前茅了 这片区域呢 一共花费75万欧元建设 有150多处游乐设施 10万盏LED灯 250多个可动机关 在这里生活的小人 可以说是微缩世界 所有29万人当中 最幸运也最快乐的了 因为这里的各种游乐设施呢 要全年365天一直运转 市面上没有能够达到 这种品质要求的模型产品啊 所以这里所有的游乐设施 都是微缩世界的工作人员 自己设计制造的 虽然说是这么说 但是我更好奇啊 这里边有什么东西 不是他们自己造的 这小人呢 有可能是买县城的是吧 勇敢者专盘 冒险屋 章鱼海怪 照相小亭子 还有碰碰车 你还真别说 碰碰车呢 大家估计都玩过 但会飘移的碰碰车 大家可能都没见过吧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 这片区域是少有的大人感兴趣 小朋友也喜欢的场景 一般来说 小朋友看其他场景 可能真的没太大兴趣 场馆里边总能听到 小朋友吵着要回家 或者去别的地方 眼前这位小朋友呢 也是一样 但这里实在是太快乐了 大朋友小朋友都爱看 但这也只是 这座大型游乐园的 真实实力的一半 你要想看到它的完全形态 还要等到天黑之后 周围灯光暗下去 这里的十万盏LED灯 将把这里 变成整个微缩世界的 掌上明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型游乐园的快乐是老少嫌疑 旁边这片向日葵花儿田的乐趣 估计只有成年人才能参透了 这片向日葵虽然不起眼 但却是整个微缩世界最无名的场景了 它能出名并不是因为5000朵向日葵 每一朵都是独立制作的 而是因为在这片半人高的向日葵田里边 有一对没修没臊小情侣 在干着没修没臊的事情 如果你把镜头拉远 还能看到上空有一只丘比特 在瞄着两个人准备射箭 希望他手里拿的不是复合弓 另外此情此景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大家想听吗 想听啊 真想听吗 真拿你们没办法 好好好 那我就给你们大概唱一下 大概唱一下 比这对小情侣还要炸裂的 是向日葵田不远处的小溪里边 竟然发现了一句服尸啊 警察消防员都赶到现场 都专心在寻找破案的蛛丝马迹 活然不知几米开外 两个人在花天里面叽叽喽喽 比服尸更炸裂的是呢 天黑之后 如果你按这个互动按钮 还能召唤出来一架UFO飞碟 一开始我还以为下来之后呢 UFO会吸一头奶牛什么的上去 结果也没有 就这么自己又飞回去了 但别的不说 UFO下面这灯呢是够亮的 估计开的远光 这还不算完 比小情侣服尸UFO更炸裂的 是对面场景 德国最高的雕像 赫尔曼纪念碑 纪念碑本身倒没什么 但在山脚下草地上 你看这个小人 看身形明显是个小男孩 但你看他手里甩的 是不是一个黑色的bra 更奇葩的是呢 前面树丛里边还躲着一个人啊 拿着望远镜在偷窥 他在偷窥什么呢 小男孩手里的bra是哪儿捡的呢 大侦探巴特曼 这就给你揭晓谜底 事实呢就是 旁边小树林里边 又有两个人在干着没修没臊的事情 男的呢还把自己衬衫挂在了树上 还盯讲究啊 更更炸裂的是呢 整个场景也没有分级 小朋友们也可以随便观看 不过呢 估计他们现在也发现不了这种细节 发现也不明白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 新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 比如屏幕前的各位 微缩世界里边有真实的城市 比如汉堡 拉斯维加斯 也有完全虚构的小镇 比如现在眼前的 虽然这座战地120平米 有超过一万名小人居民的场景呢 是完全虚构的 但这里的生活呢 也同样是多姿多彩 一点也不无聊 小镇最高处呢 这里的风景名声 史老斯绿文士带 石岩城堡 这栋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呢 也完全是虚构的 但是呢 这里风景优美 前有宽广大花园 背后就是整座 库努力小镇 这座小镇呢 也是名副其实的忙碌 拥有整个微缩世界 最大的车辆控制系统 控制着超过 400辆模型汽车的行动 这辆消防车呢 可能刚刚执行完任务 不仅不慢地往回开 也没有闯红灯 看来那确实没有任务在身 但是他也休息不了太久了 因为呢 镇上一栋老式建筑的阁楼 着火了 哇塞 这滚滚浓烟 看得在场每一位游客脸上 那是喜笑颜开 心花弄放的 又有好戏看了是吧 接到报警 Kunfing的消防员呢 马上出动 首先开走的是救护车 可能怕有人员伤亡 紧接着消防车 一路闪着警灯响着警笛 小小的警车里能爆发出 大大的能量 真的是煞有介石 但是呢 这个火势啊 实在是太凶猛了 一辆消防车呢 根本无法扑灭 好在呢 马上各种志愿都赶到了 更多的消防车 以及更多的救护车 一辆接着一辆 刚刚我们遇到的 正要回家那辆消防车 也赶来了 但是呢 这消防车这边也太多了 很快火灾现场 道路呢 就被各种救援车辆 堵得水泄不通啊 真的是完全把楼下的路呢 都堵死了 但还是在圆圆不断地 开来各种支援车辆 这座小镇呢 一共有31辆消防车 这小镇消防车 是不是也太多了点 31辆车 差不多一半的都开过来了 到了晚上 火势呢 终于得到了控制 明火应该是扑灭了 消防车呢 都慢慢开走了 真是一场大洞干戈的灭火行动 晚上小镇呢 也是一场繁忙 各种大卡车 大货车 还没有休息 看来坑洞费呢 虽然地方不大 但应该是公路网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路边上呢 还有一家人在搬家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搬走啊 毕竟住在这么繁忙的马路边上 实在是太吵了 晚上都不得安宁 有人呢 喜欢静 有人呢 喜欢闹 在远离市区地方呢 有一家歌舞厅 蹦迪的地方 一圈人正在享受 这喧嚣而又平常的夜晚 特别享受这个夜晚呢 还有JR 他就一直在那 按那个按钮啊 让里边小人跳舞 从天黑一直跳到天亮 估计里边小人也纳闷啊 怎么今天晚上 这强度这么大 古农品的市郊呢 还有一座火车站 但看这样子呢 应该也以货云为主 客云为福 而且逛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吗 在模型界 可以成为天花板的火车模型 在这呢 只能充当背景板了 当然我不是说 火车模型就不震撼了 看着常常列车 在铁轨上穿梭呢 依旧震撼 但在这里 更加吸引人的呢 人物的塑造实在是太细致了 不论什么地方 什么场景 里边所有的小人 都有自己的事情做 没有人是在那傻傻的站着 虽然静止呢 但却让人觉得 所有的小人呢 都在跟自己周遭的环境 在互动 都在说着自己的故事 只要你看得够仔细 总能发现一些 意想不到的小惊喜 就比如昆仑品店城外的铁轨旁 我发现了一家 阴森恐怖的旅馆 好嘛 僵尸都跑出来了 还有人拎包入住呢 临走 警笛声的又想起来了 回头一看 这回是山上的城堡又着了 消防车又有活干了 库东菲尔小镇呢 虽然不大 也不够现代化 但却有一个 与其体量完全不笔配的 大型的国际化机场 不是养机场 是飞机场 除了库东菲尔机场 维缩世界这里呢 还有两层楼高的矿山场景 会喷发的火山 能吃巧克力工厂 冰山沉船 光环节游行 等等等等 壮观场景 这期节目的实验也差不多了 下期视频 我们继续逛一逛 这个神奇的模型世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了 如果喜欢我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